太小聲 拍片 孫玄 先看喔 先看喔 先看 幹嘛 拿飛奏 穿著鮮豔衣裝和舞者帶領貴賓一起搖擺 網紅把咪咪為白皺之夜介紹做開場 邀請民眾屆時一同到士林體驗不斷墊的藝術之旅 今年白皺之夜10月1號在士林登場 有精彩的視覺及表演藝術作品 還有精細遊走式藝術活動 穿梭在街頭巷尾與民眾互動 走過這20個年頭 在歐洲還有全球城市 已經將近有50個城市 是共同響應參與這樣的藝術活動 那台北在2016年首次半月的白皺之夜 當時我們選定的地點就是在北門 還有大高城 台北西區的門戶 那在2017年 我們選擇了在公館的台道 另外還有像一個客家組織公園 這樣子一個城南區域 到2018年 我們從原山花博公園走到中山的南西山圈 2019年我們走進了大使跟內湖這樣的區域 到2020年 我們引擬民眾 帶到南港的台北流行 台北流行中心 音樂中心 那另外還有包括像那個平愛工廠 這樣子的周邊的區域 那到2021 那第五間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當時也首度用線上跟線下 這樣子串臨的一個活動 做一個舉辦 那今年2022年 我們選擇在士林 因為這座大劇場 它今年開幕 所以我們選擇在士林 那當然整個台北之夜 那個白皺之夜 他們整個活動主軸 他強調的就是 第一個你要跨業舉辦 第二個 你是免費參加 第三 你是公民參與 這樣一個三大的精神 每年都可以吸引 將近有20萬的民眾 來參與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藝術活動 那也提供給民眾 一個可以親近藝術 跟這座城市的這樣子一個場域 那深受士林的一個喜愛 我想台北舉辦的五屆以來 每一次的口碑都相當的不錯 那今年選擇在士林 當然士林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這邊不僅在教育或是消費 那還有生態的一個資源都相當的豐富 有傳統的街市 也有嶄新現代的這樣一個公共建設 所以我們這次選擇一個士林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各式 各項藝術的一個作品 還有一些表演的活動 然後讓士林這邊可以藉由多元的活動 來回顧士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 再加一個整個歷程 那當然也積極的鼓勵我們民眾 來瞭解士林這個地區 它整個過去的一些發展 不同去年以線上模式舉行 今年白州之夜採線下加線上新玩法 趨時整合 結合四大展區感受士林接闊的主特吸引力 希望大家好像回到你的記憶當中 一轉身就在士林的接闊當中 甚至不同的城市的接闊當中 看到自己的身影 把自己的記憶召喚出來 而在這樣的畫面當中 也讓我們回想起疫情的一年 疫情的兩年 我們也真實地走過了現場 然後線上的版本 於是我們在今年特別又進化了一次 把白州之夜現場 就是士大區 跟白州之夜的線上 整合成一個大活動 這個活動呢 會把白州之夜的想像 拉到更遠 更超越國界的一個想法 把台灣的藝術家介紹出去 所以是白州夜現場的 包括四大展區 然後介紹 那再來夜線上 除了像去年有三大頻道 線下的場域的直播 跟夜夢影院 還有一系列的對談 系列通通都放到這個網上 所以沒有辦法來的人 他也可以通過網上 無限的連結 一夜的體驗 那麼這一次的四大展區 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第一個 一個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作為腹地 接著走在文林路 走進士林夜市的場域 文林路 接著來到一個記憶場域 士林館底 整個夜晚的趕快 還有一個重要的第四區 是科學藝術園區 這個藝術園區 有三個館來共構而成 那麼現在我就要帶著大家 快快的走過這些畫面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以一個Rincuas建造的這個建築 我們從外看到的這個大的 召喚 大的召喚這個 士林的一個光頭影染色的一個建築雕塑 接著我們走進來進入這個回廊 進到這個內外可以通透的一個參觀景象 我們在南極座看到這個呼吸的建築雕塑 士林是NF的作品 接著我們會走到古蹟騷的場域當中 跟大家一起走過這個廟城的一個樂壇 那在這個Zabir Rahwa 在這個目前大家所有的大廳 就帶來這個行為 古蹈當代藝術的一個展現 那我們也知道 北藝術中心順著士林考這個樣貌 把士林走過了一遍前期的研究 我們這次也邀請了一系列士林考的藝術創作者 那麼在整個大道的街上呢 這一次Swing Taipei又再次要來到這裡 這次要代表動更多百人 甚至接近千人的一個舞蹈現場 在這樣子的一個畫面當中 我們也帶來了不同的一個座檀 我現在說的這裡的大區塊呢 通通會被整合在 北藝術中心跟士林業是這個雲林路上 然而我們都知道這個街庫呢 其實是駐商骨的一個大街庫 所以它到了下半夜的時候 我們會慢慢的把整個洞移到 三跟四區 也就是士林管理 士林管理太有趣了 它白天是一個非常優勤的一個環境 但是晚上我們就給它一個暗黑童話的一個主題 去談平權議題 去談一個擾動的新的一個場 而這一次的科學藝術園區 也就是這樣子一個代表 我們在科學藝術園區當中 三館一起夠夠的這個畫面 包括天文館、兒童樂園跟合教館 尤其是兒童樂園這三個館 他們在晚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就開始 不收門票 應該是好不好 對啊 不收門票 那在合同會員裡面就會有那個 白昼Fun演唱會 還有一個大家真的很喜歡 就是那個圍勳胖爬的計畫 會出現在那個場面當中 第二個就是天文館 天文館有古咒劇場 有它的那個木星沈浸劇場 它還有那個觀測式的導覽 所以在這個晚上會把這個大家 拉到一個不同的世界裡面去觀看 那個天文的一個環境的動物 那最重要的 我們來到的科教館 它會直接到早上 科教館裡面有幾個很漂亮的畫面 一樓到七樓的常態展 包括性別科技創新展 多樣性的生態展 悄悄打打的工作坊 大家都可以去預約 最重要的是這一樓的大廳 有一個Divins 幫我們創造的科學大舞廳 把整個科教館染成一個 全新的一個年輕動能的現場 白昼之夜 源自於法國的城市夜間藝術節 以跨夜舉辦公眾場域自由參加為號召 以藝術喚醒民眾的城市空間自主權 台北2016年加入響應行列 讓參與民眾沉浸在藝術 充滿各個角落的氛圍中 白昼之夜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第2號 士林大戲 Yeah